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靠港前通过了台湾海峡 他强调法国是欧洲唯一主张 在亚太地区自由航行任务的国家 称今后也将继续通过台湾海峡 就在同一天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说 台湾海峡两岸都属于中国 还称中国的土地收回来就绝不再丢须 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台湾的言论 被其西方盟友谴责10天后 法国海军护卫舰被曝挑战了北京的底线 日本共同社报道 据法国海军透露 末月号2月从南太平洋 法属玻利尼西亚出发 途经柬埔寨等国 从越南驶向韩国的途中 于4月稍早前穿越了台湾海峡 据称当时正值中共军队实施包围 台湾的军事演习 中方舰艇和飞机进行了监视 由于通过台海时间极为敏感 这名法国司令表示 并非故意选择这一时间 派遣计划几个月前就制定了 他还称5月最新护卫舰洛林号计划停靠日本 7月阵风战机将与航空自卫队进行交流 今年对日法防卫合作来说是特别的一年 在马克龙稍早与中共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将深化中共南部战区与法国军队太平洋 海区之间的对话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相互理解 不过法国海军护卫舰的举动显然挑战了北京所谓的台湾的红线 就在上述消息曝光的同一天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上海说 台湾海峡两岸都属于中国 中共维护其主权是正确和恰当的 还称在台湾问题上满火的人最终都会被烧死 巧的是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 法新社强调 法美总统这次通话肯定了双方的密切合作 减弱了批评 路透社指出 在马克龙有关台湾的言论 被其西方盟友谴责了10天后 爱丽社工和白宫的分歧依旧 此前马克龙在结束北京之行的讲话 激动了华盛顿 21日 爱丽社工就马克龙与拜登通话发布的声明 没有直接提及台湾 只是说 法国和美国都盼望支持国际法 包括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航行自由 白宫的声明则与法国总统府的声明形成对比 白宫强调 两位领导人重生了维护台湾海峡 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爱丽社工在声明中还表示 中共在促进乌克兰冲突的中期结束方面 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这一点也与白宫的声明不同 法新社则指出 拜登和马克龙当天专门针对法国总统 最近访问北京进行了电话沟通 肯定了美法领导人的密切合作 减弱了这次马克龙访问北京 有关台湾言论引起的批评 中共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近日发布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 方案称今明两年试点地区将探索农村产权 规范化流转交易机制 构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和监管机制 有分析指出 该方案涉及中共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可能发生的重要变化 自由亚洲报道 山东郊州居民张先生21日表示 他最近回到农村得知 农民种地需要政界 此前在农村的亲戚朋友外出打工 把家里的地委托亲戚种植 也没有什么合同 这些人什么时候不打工了 回农村马上还给他们 现在不可以了 在这份中共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中 案集涉及到中共改革开放40多年来 农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可能发生变化 财经评论人士蔡胜宽分析指出 此次试点规模之大实属罕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不会下一步把整个农村的土地 即包产到户之后 再来一次大的土地变革值得观察 结合现在农馆开始执法 跟下一步土地流转 或者是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有关 与此同时 中共当局启动部署 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本粮保供专项行动 各地成立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官方对此的解释是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职责 使命主要是打击假冒伪劣种子 农药兽药等轻农害农违法行为 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但据网易和新浪微博近日的消息 河南沁阳市农馆以生猪为简易为由 强行将养殖户的两车生猪拉去屠宰场 在猪肉卖完后 养殖户不但没有收到钱 连车都被扣留 对此有网民留言写道 请问河南沁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谁在轻农害农 还有网民说 这是新时代的新鬼子 蔡神坤认为 中共要开展稳良保供专项行动 以及进行农村产权流转试点工作 必须要依靠所谓的农馆进到千家万户 进到田间地头 不让出现问题之后 农民他不干 很多乡镇干部也不愿意去抛头露面 去干一些打砸抢的事情 农馆应运而生就像当年的城管一样 还有分析指出 农馆高调先生后被包出的种种奇葩事 透露出了两个重大问题 一个是中共财政必定出了危机 农馆单位如其他交管城管一样 财政拨款减少 为了维持开支 必须找到创收办法 而从农民那里收取物业费 让农民缴付罚款 借由农民证赚取培训费 补考费等 大概率是他们想出的办法 而是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 中共高层内心高度不安 在加强城市稳稳的同时 也开始加强对农村的管控 除了以往的村管委会 再加上农馆 其目的就是将农民的一举一动 掌握在手中 据一番泄露的美国情报报告 中共军方正在建造复杂的网络武器 以夺取敌方卫星的控制权 使其在战时失去数据信号或监视作用 据金融时报21日报道 一番泄密文件显示 美国中情局报告称 中共正在建立駭客能力 以夺取敌方卫星的控制权 报告指出 拒绝利用或劫持敌方卫星的计划 是中共控制通讯的核心之一 北京将此视为关键的战争领域 这份带有中央情报局标记的文件 是今年发布的 以前没有报道过 是据称由一名21岁的美国 空警分享的几十份文件之一 是十多年来 关于美国情报的最重要启示之一 这种性质的网络能力 将远远超过 俄罗斯在乌克兰部署的任何东西 那里的电子战团队 采取了蛮力的方法 但效果甚微 这些攻击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 试图通过干扰系统的类似频率广播 淹没低轨道SpaceX卫星 和其地面终端之间的信号 中共更是雄心勃勃的网络攻击 旨在模仿敌方卫星 从其运营商那里收到信号 又使他们要么被完全接管 要么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发生故障 根据这个机密文件说 这种网络能力将使中共夺取对卫星的控制权 使其不能有效地支持通信 武器或情报 监视和侦察系统 美国从未披露它是否有类似的能力 台湾已经注意到 卫星通信对乌克兰军队是多么的不可或缺 正在寻求建立能够在中共的攻击下 生存的通信基础设施 据金融时报一日报道 台湾正在争取投资者建立自己的卫星供应商 同时在台湾周围700个地点 试验非禁止卫星接收器 以保证在发生战争或灾难时的带宽运行 报道指出 在去年2月24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之前几个小时 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成功地辨识 美国的VSAT公司的数千台乌克兰军用路由器失效 这表明卫星通信在战争中变得多么的关键 美国军事官员也警告 中共在发展军事空间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包括在卫星通信方面 美国太空部队指挥官 塞尔兹曼将军上个月告诉国会 北京正在积极地追求太空打击能力 以努力实现起太空梦 即在2024年之前成为地球大气层之外最重要的大国 根据印度新闻网站LifeLoss21日的报道 中国小米公司针对印度执法局扣押其 6亿7千万美金资产所提出的上诉案 印度卡纳达卡省的法院已经予以驳回 路透报道 印度联邦金融犯罪机关执法局去年指控小米 假冒成支付权利金的方式 违法汇款给外国实体 因此弄结其资产 小米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印度执法局对小米资产发布的扣押令 获得按印度1999年外汇管理法指派的主管当局核准 小米印度分公司对这道命令提出法律挑战 卡纳达卡省高等法院21日予以驳回 针对印度法院的裁决 一名小米的发言人表示 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并等待收到书面结果 发言人还说小米在印度的业务符合当地法规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智慧手机市场 但随着当地消费者选购功能更好的产品 小米手机原本在印度市场的首选地位 已败给对手韩国三星电子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